如果你要到Aliquipa這邊參加Hoka Kenyang的Date 2的話 你就要三點起床 三點到三點半一定要等旅遊公司來接你 現在就是我們在外面 然後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為什麼今天外面那麼熱鬧 早上超安靜的 然後晚上一直狂按喇叭超不爽 只有睡大概一個小時多 我們的車 我們現在這個地方可以看到就是 各個火山 然後他會顯示火山有多高 看這個 這個火山有5672公尺 有點遠 那邊吧 三點起床 然後從市區坐富爾的車 然後我們第一站要到一個叫渠拔的地方 那個地方要坐三個小時 現在過了大概一個小時左右吧 然後還有 現在明明就六點半了 對 現在我們到了 是到了嗎?快到了 應該就在前面 Civa 我們現在在Civa這邊要買票 一個人要70說了 等於700塊才進 他們這裡票價有分外國人 當地人 還有外國學生 然後最貴的票價就是外國人 然後這個窗口就是付錢的 一個太陽 這邊有火山 火山正在噴發 這裡這裡這裡 火山的煙 超酷的 他一直吃東西很好笑耶 他不咬 他不咬 他好像有病 現在是早餐時間 麵包 吃什麼 起司 然後 骨科葉 早餐 早餐吃骨科葉 很怕高山症 我應該 兩邊切開吧 一起 一起 好吃 麵包 有人生日 各位觀眾 我們現在到了 秘魯這裡最著名的 Cocca Canyon Cocca Canyon 你一直想來的Cocca Canyon 你一直想來的Cocca Canyon 對 他說有1000多公尺 這地方有名的地方 就是他比美國的大峽谷還要深 有嗎 有 兩倍 但是他是 他走很深路線 但是沒有很寬 大峽谷是很寬 那樣子 但是他很深 來看一下 老鷹在飛 老鷹在飛 老鷹叫什麼去了 忘記了 安娜 安娜 安蒂斯 安蒂斯神鷹 換開 嗯 兩塊錢 頭會晃一晃去 好好笑喔 Tour的這一站會帶你到 很多賣紀念品的地方 還有很多 穿其妝衣服的人 拍他 老鷹 然後還有一些 草泥馬還有小孩子 可以拍照 可是這裡的很好 這裡不會一直這樣 如果你想要參加Coca Kenyan 這個Tour的話呢 你可以選擇一整天的 或者是兩天一夜 他整天的話是45塊 三個小時從 阿里吉巴 到入口的地方 再另外買票 70塊 進去之後 他就會帶你到峽谷那邊停 50分鐘 連途會停幾個小點 讓你拍照 最後會停到 一個Hot Spring的地方 你可以選擇要去泡溫泉或是不要 泡溫泉的費用也是自費15塊 泡完溫泉之後 會去帶你去吃午餐 吃Buffet也是自費 如果你只是單純想要來看峽谷的話 你可以只付45塊就好 其他東西都是選擇性的 我們現在就是被放來這裡吃中餐 可以吃Buffet 可是是30所 滿貴的 所以我們後來決定不吃Buffet 如果你想要省錢的話 就是往小鎮的市中心去 就只要花 了不起花個12塊左右 有一些小餐廳 他們有在賣一些三明治之類的 價差都超大 三明治才7塊錢而已 就可以吃一餐了 不用吃那個30塊的 如果你想要吃得很開心的話 也是可以去吃30塊的Buffet 因為其實菜色還不錯啦 可是因為我們是窮杯包客 所以沒辦法 只能吃7塊三明治 你們參考囉 你們參考囉